当时我们七个人围着一张桌子 有三个孩子在外边玩 我们七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在这喝茶 然后十点多的时候 我准备回家 然后刚站起来 我说回吧叫一下孩子 这个时候轰了一下 我连人带沙发就上了天花板了 其他的人都买下去了 一点儿 是本地人吗你 没人跟我说个话 有几根儿子呢你能无理他 你到这边干 啊下来 我就在这 这就是我老头跟这里头 这邻居都跟这家去做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 这个整个房屋全部倒塌了 但是并不是由于爆炸 使得它全部倒塌了 这个房屋的这个尊贵程度 我们就去看一下 当时爆炸的威力 你看旁边的这个建筑物 也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那地基也已经是裸露在外面 这个房屋全部倒塌了 那是 谢谢观看